我叫王慶雲,我是彰化高中高二的學生 我住在彰化縣西鄉 它是在海邊的一個小村 小鄉這樣子 然後它也 因為沿海也有很多養殼業 然後就跟佐水西出海口附近 也是類似的一種生活型態 所以就我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我是反對建設國光石化的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我就住在海邊 然後如果建下去的話 那些石化的廢料可能會隨著 比如說海洋的洋流 可能會飄到 不管是直到我們縣隙這個海邊 甚至是全台灣的海域都會被污染到 所以第一個是因為我身處在 就在那個海邊的那個地方 就會首當其窗被影響到 其實當然是因為它是 如果是建設之後 隨著不管是 就像吳勝老師說的 隨著風或隨著水之類的 流來流去的話 就是整個台灣都會被污染到 然後當然第二個就是 很多人也有提到就是 政府都一直覺得說 像我們彰化一直以農業為主的 以農業當成它的 比如它常常為是台灣的糧倉嘛 所以可能縣長或者是 政府會覺得說需要發展一些石化 或者是工業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 如果要使一個縣發達的話 並不是只有發展工業 而且這種產業 這不是唯一的選擇 比如說像 最近的花博 或者說甚至是歷屆的花博 很多的花都是從 彰化線來的嘛 所以我覺得除了工業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如果要照做就業機會的話 就這個觀點來說的話 並不覺得說 政府以工業來當成是一個 唯一的選擇 並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所以這是我反對的原因 謝謝